小虎宝宝 美丽的一天又来到了 幼儿园里真热闹 小虎妞去哪儿了 小虎妞 虎妞 到底去哪儿了呢 孩子们 今天老师给你们画一只小刺猬 怎么画呢 先画一条弯弯的线 上面长满刺 眼睛眨呀眨 慢慢向前爬 大黑熊老师 麻烦您出来一下 孩子们 你们先自习 老师马上就回来 我懂你老师 怎么了 你学会了吗 我说昨天的香茄可真好吃呀 死亡现在又开始馋了 我爸好多种萝卜呢 你画好了吗 龙头强 你看熊儿 熊儿 别吵醒他 我没有这个 大概有这么高 一个小虎妞 你有看到吗 没看见 要不我帮你去找一找吧 再来一次 姐姐 我们还是别玩了 回去画画吧 好不好 回去画画吧 好吧 回去画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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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笔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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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猫猫 姐姐王子 用我的笔吧 我的笔也不见了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是谁拿了我的笔啊 该不会是飞走了吧 姐姐 咋了 我们的笔都不见了 都不见了 怎么办 不能画画了 那咱们再找找吧 好吵颜 好吵颜 安得笔呢 咋不见呢 咋了 熊儿 姐姐 你是不是又拿安得笔呢 笔王子才没拿 是不是被妖怪拿走了呀 妖怪 光头强 你别吓唬我们 怎么可能会有妖怪嘛 我不信 我也不信 萌萌 你信吗 我也不信 有妖怪 叔儿 你又咋了 转在后面 有妖怪 俺的尾巴差点被咬掉了 快看 有东西在动 咱们去看看吧 俺去 妖怪 哪里跑 你们快过来 不是妖怪 是一只小老虎 他是谁呀 以前怎么没见过呀 是新来的吧 好可爱呀 他真的好可爱呀 让狗王子也瞅瞅 他还是个小宝宝呢 你们看 他的脚好小 小虎妞 可算是找到你了 你呀 真是个调皮的小家伙 老师 他是谁呀 他呀 叫小虎妞 他的爸爸妈妈出门办事去了 托我们幼儿园给照顾一天 同学们 你们有谁愿意照顾虎妞啊 猫头鹰老师 俺愿意 俺愿意 好 那一定要注意安全哦 姑妞 这是俺珍藏的蜂蜜 合好吃咧 你尝尝 姑妞 不可以浪费 要一口一口吃 森林护卫队正式成立 姑娘 你现在是队长了 只要打败怪兽 我们就是森林里的大英雄 来 出发 他们冲过来了 冲啊 快跑 冲啊 凶的 还没喊开始呢 孩子们 我们一起来打扫卫生吧 好 那边还有 终于扫完了 洗洗手 去吃苹果了 不会吧 明明打扫好了的呀 熊儿 你有没有看见本王子的菠萝背包呀 熊儿 你怎么了 姑娘把打扫好的叶子弄乱了 姑娘 快把菠萝背包还给我 你看 你把本王子的菠萝小背包弄得黏糊糊的 怎么办 唉 又出什么事了 虎妞怎么哭了 菁菁 你咋把虎妞弄哭了呢 我没有 大家快想想办法吧 别让他哭了 阿姨 要不就把布洛小背包给它玩吧 姐姐 快点 还等啥呀 姑娘 拿着 午休时间 小朋友们都在乖乖地睡觉 妈妈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呀 咋回事啊 姑娘她咋哭了呢 姑娘 别哭 别哭 她是想妈妈了吧 阿姨想妈妈咧 那咋办呀 咱们给她唱个摇篮曲吧 听了肯定能睡着 摇篮曲 咋唱来着 这个也会唱 小虎妞 俺来给你唱歌了 睡吧 睡吧 我亲爱的宝贝 妈妈妈的双手 轻轻摇着你 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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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虎妞 虎妞 跟哥哥们说再见吧 虎妞 你明天是不是真的不来咧 你来吧 明天给你带好吃点 我也是 我明天给你带好多玩具 虎妞 本王子的菠萝背包也给你玩 好吗 孩子们别难过 等虎妞再长大一点点 就可以和你们一起来上幼儿园了 真大 真大 太好了 姑妞 欢迎你来俺们的幼儿园 小朋友们 你们有弟弟妹妹吗 你们是咋照顾她们的呀 赶快跟俺们分享一下吧 小朋友们 再见 呼噜兽 太阳下山了 大树幼儿园放学了 明天见 笨王子的香蕉呢 跑哪儿去了 一个人走还挺害怕的 找到香蕉赶紧走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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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你啊 吓了本王子一跳 鸡鸡王子 我们该走了 等等 我还在找东西呢 鸡鸡王子 你在找什么呀 本王子 那是什么呀 本王子也没见过 快藏起来 乖乖 嘘 叽叽 猫猫 她说话了 还叫我们的名字 叽叽王子 怎么办 叽叽猫猫 你们两个怎么还没回家呀 那是什么声音啊 这个是我的肚子在叫 老师最近在减肥 每天都饿着肚子跑步呢 好可怜啊 对呀 你们听 还会叫呢 我和叽叽王子 还以为是怪物呢 慢慢吃 山崖爷爷 昨天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呢 是吗 什么事啊 昨天我和萌萌在幼儿园门口看到一个好奇怪的动物 它长得特别高 浑身还有黑色的毛 两只眼睛还可以发出亮光 它还会咕噜噜噜噜噜噜的叫 走起路来是这样的 一个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 不行 我得赶紧告诉大家 山崖爷爷你猜一猜 那是什么动物呀 是什么呀 是大黑熊老师 因为大黑熊老师在减肥 饿得肚子咕噜噜噜的叫 哈哈哈哈 哼 哇 萝卜桃 你真厉害 那当然 我最会打动了 我还有好吃的萝卜 给你 可以吗 谢谢你 萝卜桃 大小鸡 大小鸡 怎么了 萝卜 我听说 本命里来了一只 不认识的动物 不认识的动物 而且 它又高 又大 从头到脚 都是黑的 两只眼睛还会发光 我怎么没有见过 真的 它还会咕噜噜的叫呢 我没骗你们 对了 姐姐和毛毛也看见了 就在大树幼儿园那边 现在不知道它去哪儿了 萝卜桃 在那儿 萝卜桃 你别乱跑 我们都要晕了 我 我有点儿害怕 萝卜桃别怕 不会有事儿的 不行 我要去告诉熊大熊儿 萝卜桃 萝卜桃 你们知道吧 萝卜里来了一只超大的咕噜兽 萝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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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噜老师各自还大呢 可吓人咧 什么 听说咕噜树比山还大 走起路来都在躲呢 而且它白天会隐身 傍晚的时候才出门呢 傍晚 这都不知道 不就是太阳下山的时候吗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大黑熊老师每天晚上都在幼儿园里跑步 要是遇上咕噜兽 那可怎么办呀 对呀 怎么办呢 我们快去告诉大黑熊老师吧 对 大黑熊老师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嗯 没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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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我们现在就去告诉大黑熊老师 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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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黑熊老师 大黑熊老师 呃 咕噜兽 它会发出咕噜噜的声音 啊 那你们快告诉老师 是在哪儿见到咕噜兽的 呃 咕噜兽的 是在 看着呀 萌萌 你知道在哪里吗 我不知道 呃 老师 我没见过 不过这一定是真的 是 小月亮告诉我的 呃 对呀 对呀 是图图告诉我的 呃 呃 我是天 是我 是我告诉图图的 咕噜兽白天还会隐身呢 呃 还有还有 咕噜兽走路的时候 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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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都在抖呢 呃 好像是从那边回来的 咕噜兽 会不会是咕噜兽啊 咕噜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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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孩子们 别害怕 呃 孩子们 怎么了 你们快看 是大黑熊老师 大黑熊老师 原来是你啊 呃 我还以为是咕噜兽呢 咕噜兽 是什么呀 咕噜兽 咕噜兽是很大很大的一个怪兽 对对对 可吓人了 嗯 哎 我们不会是把大黑熊老师当成咕噜兽了吧 啊 认错了 同学们 你们再好好想一想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啊 啊 我想起来了 今天吃早饭的时候 我和毛毛在跟山羊爷爷说 我们昨天把大黑熊老师认成怪物的事呢 姐姐 你早上给山羊爷爷讲的是大黑熊老师吗 对啊 我早上听到了 还以为是什么可怕的动物 我还讲给萝卜头听了 哦 原来是听错了 嗯 可是 为什么会有咕噜噜的声音呢 对呀 怎么会有呢 哈哈哈哈哈哈 啊 孩子们 都过来吧 听听是不是这个声音啊 我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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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到了 真的有声音 老师 对呀 这里面真的有怪兽吗 老师最近在减肥 所以才会发出这种声音呢 哦 原来是这样啊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吗 今天俺们乱猜乱说 竟然把大黑熊老师传成了咕噜兽 真是太不好咧 你们可不要像俺们一样哦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 我可不来 我可不来 今天风和日丽 鳌屿花香 幼儿园里真热闹 上课啦 老师好 上课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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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大风又来了 吹什么 吹脚丫 好了 孩子们 今天我们上美食课 大家一起做一道美食 好不好 好 让老师看看谁来当组长 老师 让俺来当组长 安领着大家去找好吃的 熊大来当组长 大家说好不好 好 没劲 我可不来 孩子们 安排好了 就可以去找食材了 老师很期待你们的劳动成果 咱们去活动区集合 快走吧 要注意安全 你们觉得咱们做些啥美食好呀 啊 我不知道 俺只会吃 哈哈哈哈哈哈哈 我知道了 我们做烧饼吧 嗯 那是个啥 就是 就是一种像太阳一样圆圆的饼 哇 而且金黄金黄的 像向日葵的颜色 闻起来香奋奋的 又香又脆 越吃越想吃 好想尝尝 那又咋做呀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 以前都是爸爸买给我吃的 好可惜呀 不如咱们做水果沙拉 水果加蜂蜜 好蜂蜜 好现在大家就去找最新鲜最好吃的水果 好 等等 安咋觉得好像少了谁呀 少了谁呀 吃鸡鸡王子 鸡鸡王子 跟我们一起去摘水果吧 我可不来 你们去吧 本王子要睡觉了 我才不想干活呢 熊二接住 快点快点 那我扔了 再来 再来 好嘞 别着急 还有呢 切 在这里 这么多 又一个 好了 水果都够了 第二个任务 去收集甜甜的蜂蜜 吃鸡鸡王子来了 鸡鸡鸡鸡鸡鸡鸡 快跑啊 快跑啊 熊大呢 俺在这儿呢 你们看啊 熊大太忙了 我就是找到蜂蜜了嘛 有什么好高兴的 没劲 洗水果呀 洗水果 洗水果 我可不来 我可不来 身上会弄湿的 孩子们 大家要讲卫生 把水果洗干净哦 好 好累啊 光头强 好 偷袭成功 好好玩呀 孩子们 孩子们 大家注意安全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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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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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哇 做水果沙拉 我来 我来 熊大 阿们叫上奇迹 一起来做沙拉吧 嗯 对啊 我们叫上奇迹王子吧 嗯 算了吧 反正叫他 他也不会来的 再说 我们都快做好了 是啊 他们怎么不来叫本王子呢 去提醒一下他们 吉祥二姐 吉祥二姐 你们来当忙 真是太好了 本王子只是路过 我可不来 真没价 终于做好了 终于做好了 好棒啊 太棒了 来来来 猫猫猫你没事吧 我没事 哈哈哈哈 本王子来了 真漂亮 哎呀 本王子先尝尝 哎 放我下来 哎呀 姐姐 你不能吃 为什么 爸 因为你没劳动 我怎么没劳动了 我就是有劳动 就是有 就是有 没有劳动 反正你就是不能吃 对不对妈妈 这个 这个 嗯 你们 你们欺负我 我要去告老师 孩子们 发生什么事了 老师 老师 他们欺负我 不让我吃山拉 是你没有跟大家一起劳动 偷懒了 就是 你还说 我可不来 真没劲 我 姐姐 告诉老师 大家都去找水果的时候 你去了吗 没有 那去找蜂蜜的时候呢 没有 那做沙拉的时候呢 嗯 姐姐 只有参与了劳动 才能和大家一起分享劳动果实 这样才公平 明白了吗 我 我 对不起大家 我错了 不该偷懒不干活 老师 是我不对 嗯 那你答应老师 下次可不要再偷懒了 嗯 老师 我保证不偷懒了 孩子们 吉吉也认错了 这次就和她一起分享 好不好 嗯 好 给 吉吉 以后咱们摘水果 你也要来帮忙 嗯 嘿嘿嘿 那我来给大家分沙拉吧 好 嘿嘿嘿hower 给 熊儿 谢谢姐姐 熊大 这是你的 谢谢 萝卜糖 谢谢 谢谢姐姐 好甜 太好吃了 小朋友们 有付出才会有收获 经过自己劳动得到的果实 会更加香甜 小朋友们 再见 小小老师 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光头墙高兴地跑向大树幼儿园 同学们好 老师好 同学们 你们猜一猜 今天是什么日子呀 什么日子呀 老师 俺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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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小小老师日 熊二说得对 今天是小小老师日 大家可以轮流上台来当小小老师 教别的小朋友一些有趣的新知识 好耶 我忘了今天是小小老师日了 啊 就叫这个吧 谁想第一个来当今天的小小老师啊 老师 俺来 熊大先来吧 嘿嘿 俺是第一个 那今天的课就交给大家了 你们开始上课吧 好 同学们 这节课俺来教大家怎么挑选好吃的苹果 苹果 首先 好吃的苹果一定要又大又圆 还有 苹果一定要红红的 还要有光泽 最好上面还要有一些小条纹 看 就是这样的条纹 我看看 真的呀 最后还要用鼻子闻一闻 新鲜好吃的苹果会有甜甜的香味哦 熊儿 熊儿 熊大 听你这么一讲 俺好想吃苹果咧 哈哈哈哈 下面有俺来上课 同学们 知道这是啥吗 嗯 这不就是鹅卵石吗 没错 可是 你们见过彩色的鹅卵石吗 当当当 啊 彩色的石头 本王子才不信呢 一定是涂了颜色 呀 还真的是彩色的 那当然了 熊儿老师的课可真有意思 是啊 跟本王子上课了 咱们去学跳舞怎么样 好啊 同学们 要跟着本王子坐哦 挥挥左手 挥挥左手 熊儿 挥的是右手 这才是左手 嗯哼哼哼哼 现在我们会右手 嗯哼哼哼哼 哼哼哼哼哼哼哼 接下来是 扭扭屁锅 转圈圈 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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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圈 三圈 二圈 四圈 二圈 同学们好 上课啦 光头长老师好 这节课我要给大家讲个故事 故事的名字呢 叫做小蝌蚪找妈妈 暖和的春天来了 来了 然后咋咧 然后 这还不简单 遇到不认识的字 跳过去不就好啦 嗯 里的冰融化了 青 青妈妈睡了一个冬天 也醒来了 等等 是哪里的冰融化了 青妈妈又是谁啊 也许是青 蜻蜓妈妈吧 青妈妈从 从里爬出来 噗通一声 跳进 跳进里 在水草上 生下了很多黑黑的圆圆的 嘿嘿 讲完了 啥 讲完了呀 嗯 嗯 这可真是个深奥的故事 什么呀 光头强根本没把故事讲明白 就是 俺也没听明白 本王子也不明白 嗯 要不 要不我教你们点别的吧 可是 该叫什么好呢 光头强 嗯 要不你给俺们讲讲 人类世界是啥样子的吧 啊 这个简单 人类的世界呀 有好多好多的房子 还有又宽又长的大马路 大马路上啊 有跑得飞快的汽车 天上还有会飞的飞机呢 嘿嘿嘿 哇 好大的飞机呀 是啊 比房子还大呢 我不信 飞机那么大 那它是怎么扔上天的呀 那还用说 肯定是大力士扔的 不对不对 飞机不是被扔到天上的 那它怎么能在天上飞呢 呃 因为 嗯 老师 老师我知道 我觉得飞机肯定像兔兔一样 身上长满了羽毛 还有 还有两只大大的翅膀 所以它才能飞 不对不对 不是这样的 肯定是巨人把飞机扔到天上的 就像本王子这样 呃 掉了 呃 俺觉得飞机上面肯定装上了猪蜻蜓 所以它才能飞起来 嘿嘿嘿 哇 啊 好高啊 怎么样 俺说得没错吧 嗯 不对不对 是巨人人的飞机 哼 雄大吉吉 嗯 我还是觉得飞机就是只大鸟 不 就是巨人 不对 是竹蜻蜓 是大鸟 是巨人 是大鸟 是巨人 是巨人 竹蜻蜓 是巨人 竹蜻蜓 别炒练 别炒练 还是让老师告诉俺们答案吧 呃 呃 我也不知道呀 呃 这个 呃 好吧 呃 呃 下面 我正式宣布 下课 下课 啊 啊 啊 嗯 光头墙 光头墙 呃 你怎么不开心呐 猫头鹰老师 当老师怎么这么难呀 呵呵呵 那你和老师说说 这当老师哪里难啦 唉 我刚开始想给大家讲故事 可是很多字都不认识 大家都听不懂 后来他们问我好多问题 我也不知道 唉 我都不知道该叫什么好了 呵呵呵 那你为什么要拿一本 不熟悉的故事书来讲课呢 我忘了今天是小小老师日了 就随便拿了一本 光头墙你知道吗 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 都会提前准备好要讲的内容 提前准备 嗯 老师 我知道啦 我要提前做好准备 对 就这本 呵呵呵 啊 嗯 嗯 喂喂 成功啦 姐姐 你的 光头墙 嗯 这些东西有啥用呀 呵呵呵 这节课我来教你们做手工电话 手工电话是什么 手工电话就像捷豆豆的大耳朵 就算是隔了一道墙 也能听见别人说话 像我的大耳朵 哇 那么厉害 喂 光头墙快点叫俺们吧 俺都等不及了 嗯 首先 我们把棉线 从竹筒里面穿进去 接着 再用棉线 把小木棒给绑好 这么做呀 是想把棉线和杯子连起来 嘿嘿 就是这样 这么简单 嗯 这真的能听到远处的声音吗 嗯 嗯 试试不就知道了 嘿嘿 嗯 吉吉 我拿着这个竹筒去里面说话 你把另一个竹筒放在耳朵旁边听听 看看等会能不能听到我的声音 对啦 听的时候一定要把棉线拉直 嗯 嗯 嗯 没有声音啊 诶 真的能听到光头墙的声音 光头墙 光头墙 这个手工电话可真有趣 俺不明白 手工电话咋那么神奇呢 那是因为声音通过棉线的震动传了过来 变得更清晰了 所以我们才听得到 原来是这样呀 光头墙 你懂得可真多 是啊是啊 咱们再去玩一玩手工电话吧 嗯 走了 帽头鹰老师 光头墙 光头墙 你今天讲得可真好 下次我一定会提前做好准备 教大家更多好玩的新东西 哈哈 哈哈 哈哈哈哈 小朋友们 如果让你来当小小老师 你会教啥呢 还有光头墙老师教的手工电话 你们学会了吗 给你们的爸爸妈妈也做一个吧 再见 再见 爱哭的熊二 又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多么美好的一天哪 行熊熊儿 该上学了 擦擦脸擦擦脸 养时到了 哎呀熊儿 妈妈都跟你说过了 晚上要收少书包 你咋老是忘呢 咋跟你说话呢 哎 哎 熊儿 你咋又睡了 行行行 别睡了 熊大熊儿 快点 知道了 来快把书包背上 走 走走 又咋了 书包开脸 熊大熊儿 你们好了没 快点 你们先走吧 俺们马上就来 熊儿 你快点呀 熊儿 你快点 啊 俺的铅笔盒呢 迟到了 熊儿 俺先走了 你赶紧追上来啊 熊大 你别走 你别丢下啊 熊儿 别哭了熊儿 你看 上学的路都走了多少遍了 你自己可以的 我妈熊大 我妈熊大 害怕 熊大熊儿 早啊 山羊爷爷 现在可不早了 下次你们俩要进得早一点 下次不会这样了 快进去吧 谢谢老山羊爷爷 谢谢 快点熊儿 有点手 太俩了吧 快要进去 随后 那就到了 你好了 你成功了 熊儿 您为啥换俺的苹果呀 俺的苹果比较甜 就想给熊大你尝尝 但是俺不想换 给你 非啥只有俺的是小苹果 拿去吧 俺就试试你的是不是比较甜 你们好了没 还没呢 可以啦 熊儿 过来找我呀 来呀 熊儿 你找不到我 来呀 熊儿 熊大 快来 熊儿 熊大 来呀 你别跑 小心点上 又要哭了 熊儿 你摔疼了吗 看看 给您伤着 屁屁也还好 你会笑就没事了 你不要总是哭嘛 你自己也可以爬起来的呀 熊 就应该有个熊样 嗯 大游戏继续吧 按这算抓到你了吧 太棒了 哇 啊 孩子们 谁来回答这道题啊 我会 有回答这道题 让我来回答 我也会 我也会 我来我来 Alex 让我来 挥一挥 不要叫矮 老师兄 熊二 你来回答吧 两个苹果 加一个苹果 一共有几个苹果呀 苹果 一个 两个 俺只能看过这道铁 又给了一个 又多了两个 熊大 老师 俺知道 熊大别着急 我们让熊二好好想想 好吗 两个 两个 熊大 三个 三个苹果 老师 是三个苹果 那三个苹果 再加一个苹果呢 这次 让熊二同学自己思考 好吗 四个苹果老师 四个 那四个苹果 再加一个苹果呢 熊二 一 二 三 四 加四 啊 啊 啊 哦 不血了 哈哈 哈哈 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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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大跑哪去里 咱还没出来呢 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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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大不见咧 修大不见咧 熊啊 你怎么又哭了 修大找不见修大咧 修大不敢一个人回家 别哭了熊啊 我好像记得 修大早就走了呀 修大你为啥不得啊 诶 熊儿 说不定你跑快点 还能追上熊大呢 哟 真是爹 光头强 那俺先走了 熊 怎 来啦 哟 熊儿呢 光头强 你看见熊儿了吗 嗯 你怎么在我后面 你不是早就走了吗 哦 刚刚落不头的球 卡在树上拿不下来 按过去帮他 所以才来晚了 熊儿呢 我以为你先走了 就让熊儿去追你了 啥 熊儿 熊儿跑得可真快 我快到家里 咋还没看见熊大呀 谁 谁在那里 熊大 阿帕 还好睡上了 阿 阿可是很厉害的 熊 别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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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是只小鸟呀 也没啥好怕的嘛 回家 熊儿便勇敢了 晚餐零小脸 还有一个大苹果 小鸟 真是 作业 熊儿 你来回答吧 就拿十字来倒苹果吧 那四个苹果再加一个苹果呢 熊儿 一 二 三 三 三 熊儿加油啊 二 三 四 四个 四加一 等于飞 一 二 三 四 十五 耶 终于知道了 真的 天快黑了 阿帝赶紧回家了 熊大 做到了 自己回家了 还会算算数了 不要哭 不要哭 我哭 你不是早就回来了吗 熊大 我哭 我哭 你自己回家了 我还会算算数了 我算给你听 一加一等于二 熊儿最棒了 小朋友们 我们已经长大了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不要哭 不要怕 开动脑筋想办法 小朋友们 再见 发现新世界 狗熊岭 还是像往常一样 那么安静 别跑 站住 你快给我站住 快还给我 别跑 站住 别跑 还给我 快把小斧头还给我 还给我 哼 安全到了就是俺的 不还不还 就不还 别跑啊 站住 别跑 来呀 来呀 不给不给 帅个屁股蹲 哎呀 我的小斧头 小斧子 你太可命了 我告诉妈妈去 哈哈哈哈 来呀来呀 快闪开 熊儿你干啥呢 你叫这么大声 你都没听见 站住 快走熊儿 别跑 这边 哦 怎么不见了 哥哥还在的呀 我的小斧头 跟着狗熊就知道了 嘿嘿嘿嘿嘿 在这边 有印怎么没了 好大一棵树啊 这是什么 你不你 来 别跑 嗯 诶 哇 蝴蝶 您跑 抓到你啦 哇 好美啊 小蝴蝶 小蝴蝶 再见 好热呀 舒服多了 小蝴蝶 你别跑 给本王子看看 不给不给就不给 小蝴蝶 这可我看一下 好多小动物啊 不给就是不给 小蝴蝶 快把小斧头给本王子 这可是俺的战利品 谁都不给 本王子 还不稀罕你的小斧头呢 舒大 舒大 你看 那是我的小斧头 快还给我 你们快看 一直没有毛的猴子 它 它没有尾的 好可怕呀 这是我的小斧头 还给我 这是你的 那你教教它 看它答应不 我不管 这就是我的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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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吵啦 熊大 老师说了 不能拿别人的东西 快把小斧头还给人家吧 就是就是 老师说过 拿东西时要经过别人同意 我的小斧头 我要回家了 再见 好疼啊 小朋友 你叫什么名字啊 怪物 怪物 哪有什么怪物 你 你 你 我 没事的 小朋友 别怕 小宝贝 别哭泣 做个勇敢的宝宝 小宝贝 别哭泣 我们都爱你 对了 能告诉我 你叫什么名字吗 我叫光头强 光头强 你好 同学们 快来和这位小朋友打声招呼吧 阿叫熊二 阿也要抱抱 我 我叫小月亮 我也要抱抱 阿叫熊大 我叫抱抱 抱抱 我是橘橘王子 我是萌萌 要抱抱老师 要抱抱 好棒 抱抱 光头强 和大家一起去玩吧 嗯 好漂亮的小虫啊 大家快来看呀 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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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漂亮 超好看 你可怕 小虫虫 好漂亮 我这里有小汽车 你们要玩吗 小汽车是个什么东西啊 快让本王弄瞧瞧 瞧瞧瞧瞧 你去车 去车 大家快来玩花草 花草可好玩啦 我要玩汽车 让我玩一下嘛 汽车有啥的 花草才好玩呢 知道吗 这个小汽车跑得可快啦 真的假的 跑得比我还快吗 比你快多啦 竖定一下 就能跑到你想去的地方啦 哇 哇 那小汽车可以开到月亮上吗 能吗 能吗 当然可以啦 哇 哇 熊大 汽车好棒 哼 你们谁要玩 谁要玩 还有阿 还有阿 那有什么好玩的嘛 花草强 小汽车好棒啊 哈哈哈哈哈哈 熊大 怎么不和大家一起去玩呢 他们不跟阿一起玩花草 啊 哈哈哈哈 给我看看 那你为什么不和大家一起去玩小汽车呢 嗯 熊大 去试一试吧 也许你会发现小汽车也很好玩呢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那我来被玩了 熊大 跟我们一起玩小汽车吧 啊 熊大 快来一起玩呀 来了来了 哈哈哈哈 听我说 其实 真正的汽车 有这个玩具汽车一百分那么大 哦 那晚的花草板跟你的比 谁快呀 嗯 要不 我们来比比 谁更快吧 比就比 哈哈哈哈 准备 出发 走 加油 哇哇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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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来呀 哈哈哈哈 今天玩的真是太高兴了 这个书童是我们的小秘密 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 嗯 那我们来拉钩 拉钩 笑笑 一百年 不许见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猫头强 你的帽子 谢谢熊啊 那我走了 再见 再见 我还会带回来的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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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朋友们 你们在幼儿园的时候是不是认识了好多的新朋友呀 快去告诉你们的爸爸妈妈吧 小朋友们 再见 小朋友们 再见 再见 小朋友们